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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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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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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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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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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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说会比较,比较有那个什么 对,然后我那个耳返就是其实现场是听不到音乐 就是前期是听不到音乐的 就是现场其实听不到音乐 然后就是甘弹 然后我的,然后就是因为只要一有音乐就消叫 然后我那个耳返,然后就是说可能把那个伴奏推 就是把那个伴奏给它,就是压没了 我就听不见伴奏了 然后重点是现场又传来了一个声音 是从现场传来的声音 然后那个声音它又延迟 我的耳朵里就是有两种音乐 两种弹的琴的声音 然后就听不到,听不到你的伴奏声音 然后我当时就说实话有点慌 然后就可能就是限制还是很多吧 但是姐姐已经尽力了 就是说之后还是就是在 对,确实可能 确实可能就是被 被就是疫情 那个楼下它那个音响还是会 那个限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就是因为因为就是这个音乐呢 嗯 对就是希望下一次能能好好那个什么 就其实我挺懊恼的,我真的挺懊恼的 然后其实那个然后后来stuff觉得说 如果出现这种事故的话 你可以就是叫停再来一遍的嘛 嗯 但是今天让我 嗯不是是因为古真他确实就是很很考验舞台的设备 谢谢谢谢仔仔 就是很考验舞台的设备 就像之前就剧场的其实设备已经挺好的了嘛 嗯,然后我之前在谈鼓针的时候也是stuff姐姐帮 就是专门得找人去调这个音 因为很难调 谢谢 谢谢大家的巧克力 谢谢韩茶 谢谢布朗 总之就是说 很感谢大家 然后 对 然后就是说 也很谢谢大家 把我 把我投进去 说实话 其实我昨天 就看到 那个很转 你知道吧 说实话 我就其实觉得 就是很难 就很难很难 然后就是说 还是很感谢大家 对 对 我是第五 让我非常开心的 就是我可是第五场的评委 我可是第五场 我绝对会本着一个 公正公开的原则 让我开心的时候 我可以当评委 你知道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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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的奶茶 就是反正很感谢大家能让我有第二个舞台 说实话 就是我昨天看到 我看到昨天的票数嘛 我看到昨天的票数 就其实内心是比较悬 然后我就说 我就告诉自己 其实我就准备好第一个舞台吧 然后 可能第二个舞台就很着急 然后就是手也没有开 然后 然后你们知道吗 那个衣服特别不合身 都是我临时借的 说实话 其实我没有想过说 因为我是昨天看完昨天的票率 我就 但是 然后就感觉今天第二场准备的非常不好 然后骨针也是 就我今天特别着急 我今天特别着急 我的骨针 你知道吗 我的骨针从二楼的排练室 然后搬到电梯的时候 我的马子都倒了 就是我的马子 你们知道骨针抓那个马吗 就全部倒了 全部倒了 就意味着你要重新调音 然后我就 我那个时候就是说 我调音 然后全部倒 你听不说 这只是第一次倒 这只是第一次倒 然后就是 那个时候还没开始 然后 然后我那个在上台之前 真的是上台前两分钟 我的马子又倒了 我是上台 我非常着急 你知道吗 我都是 就是我是靠我的耳朵去 重新调音 就我都没有用那个 调音器 然后我今天的马子 一直在倒 一直在倒 就我真的很好烦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因为我的马子一直在倒 然后它倒了之后 它那个马子 是需要要调音器去调的嘛 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就快上场了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很着急 我就是用耳朵 就是听 听 听的去调的 调完之后呢 然后 你们知道我马子 马子上面还有一个 就是小东西 我那个小东西都飞了 你知道吗 很难找 因为地上特别多 我好着急 我好着急 我一直在找那个东西 然后 然后后来我就 想 哎 实在不行 我就不用谷针了吧 但是 哎 反正就是上台前面 还是就是说 还是挺给力的 然后我就弄好了 不是假片 是那个 对 是那个 不是 是古针 它不是有马子吗 它马子中间 其实它还有一个 就是给它卡住的那个音 就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出音的东西 然后那个出音的东西 就是 就是摔了 摔了就摔到地上 然后就是地上 好多那些道具嘛 我根本就找不到 我 你知道吗 我 我一直都在疯狂的找 我就觉得 我真的好崩溃 然后我的马子 就是今天一直 已经就倒了两次 而且你们知道吗 古针的马子 它倒不是倒一个 它倒是倒一排 但是我就是 很会在意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 就是 这种机会很难得 然后又总冲错 就很生气 这个马子 一直都在倒 而且你不知道吗 它倒就倒 它倒不是倒一个 它是倒一排 我一排的音 我都要重新调 气死我了 说实话 我其实都不敢 就是再看 再再看 就是回放 不是你知道吗 就是很碎 很崩溃 让我 我一直都在挑 那个马子 上 临上场前 倒了 你知道吗 气死我了 算了 没有关系 对 就是有机会给大家录 练习试板吧 因为真的说实话 其实这种solo舞台 很难得 很难得 你知道吗 总是说 等你等下次solo舞台 可能就只有拉票了 然后还出事 公司 谢谢 是谁送我发电 谢谢 谢谢吃洋洋的发电 谢谢吃洋洋 谢谢吃洋洋的发电 现在没有特效了 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吃洋洋的发电 没关系 谢谢吃洋洋的发电 谢谢谢谢吃洋洋的发电 嗯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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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你你你 算了算了算了 这不好 我就是想给大家讲 我就是想给大家讲 我今天真的很衰 对 但是今天我被很多人看到了一个舞台 谢谢 就是我只是想跟大家吐槽 没事 我就是啊 今天真的很随 我真的很随 我的 骨铮 我都把它扔了 你知道气得我 对 他是他真的 哎呀 他倒 他就逃一排 你知道吗 然后我的提弦我就 而且你们知道吗 谢谢 谢谢 所以正好 而且你们知道吗 就是 他的骨针 就是比如说你马子 重新移位了 就重新调 然后你摁那个 摁那个弦 你就得重新找感觉 重新摁弦 重新去找那个吸根发 然后再倒了两次 但是今天很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就是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吃羊羊的发电 你的你的头像很好看 谢谢 主要今天军孤跳舞真的也很好看 然后他你知道他其实有一个点那个镜头没有切到他 其实他出来的那个睡间就是很多动作很好看 然后也没有拍到我都很不开心 好像水子哥那边有疯了 我今天 因为我本来找青青鹿 但是可能那个他着急了上场 我到时候乐的水子哥 我到时候去找青青鹿拍一个 他他那跳的真的很好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镜头没有切到就很难过 谢谢谢谢V1R的灵光棒 你眼前你的痛怎能看不见 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 为什么爱会让人变安全 为什么爱会让人变安全 为什么爱会让人变得痛 对谢谢 谢谢姐来的权杖 他现在好多就是 谢谢谢谢姐来的权杖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的礼物 我会继续努力的 因为其实 其实我本来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说 我本来想的就是那个尖奏 其实是我自己跳 但是我就是我其实尝试过 就是如果我要是自己跳了 后面有云窝说的 对后面有云窝说的 大家可以多多来找我聊天 我4月34号有云窝说哦 然后 然后就是说 我刚说的哪了 就是说 我刚说的哪了 我刚说的哪了 尖奏 对 我监奏其实 其实自己 但是后来我想就是如果我自己跳完的话 我的气息 如果唱就慢歌 气息又要求很高嘛 然后我就觉得那专业的人还是要做专业事 所以我觉得交给他 我觉得就非常棒 C非常的完美 嗯 然后其实他 他扮演的其实就是 是内心的一个灵魂 就是每个人 可能每个人都会 可能每个人都会 都会 每一个 就是 大家觉得他看似不正常的人 其实 他都是正常的 他都是在 自己的内心世界很富足 很完美的人格 只是那个人不是他 就是反正就是那种纠葛 大家就是说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垃圾的一光棒 然后我就觉得还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嘛 就是说 就是说 嗯 谢谢 因为其实 其实说实话 我挺想跟君姑有好多好多 能串到出各种舞台上的火花 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 嗯 不 我觉得还是 他还是好好跟他的粉丝聊天吧 就是只是跟大家讲 我觉得就是 能创造出很多 不一样的舞台 我觉得是很精彩的 嗯 很幸运的 就是 很想让大家知道 其实实力很重要 因为只有你有实力 才会能够把 你的舞台渲染的更强烈 能让观众有冲击力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舞台放在剧场的话 会更有冲击力 嗯 谢谢乐生 对 其实他拍出来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局限 就是 嗯 然后其实 然后就包括前面的 前面的那些首饰 其实都是君姑教我的 我觉得就是挺挺感谢他的 说实话真的挺感谢他的 然后包括一些演啊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 嗯 就他真的蛮是我的老师的那种 我就觉得 嗯 可以进步了 嗯 就是会让大家有一些 嗯 不一样的舞台观感嘛 谢谢追猛人的 秋天的奶茶 然后这首歌 其实说实话 当时 呃 我听到就是 孟范明儿 有这首歌 因为他这首歌是 二月份写的 二月份写的 然后他可能新出 所以大家也多多支持 他的新歌 就是说也是 我自己的一个学长 嗯 就是说 其实没有他就有歌 这个舞台 其实出不来的 然后 谢谢小透明圈奶 因为说实话就是 嗯 现在 现在的那个版权 大家就积极的给他的上面 去评论什么制度 多支持他 因为其实说实话 现在版权很难弄 你知道吧 就是如果你唱 河外的歌的话 你是要人家身份证 付一件的 而且就是说 还要按手印什么的 然后他都把那些 给我弄好了 我就觉得 就是必须得对得起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知道就是 你猛的一看 你就又生着付箭 又手一傻 我觉得可笑 那个就是什么袋 你知道吗 但是 所以我觉得 还蛮感谢他的 对 对 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多多支持他的 也 也 也希望之后 我可以 呃 给大家展出 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 王一云 能给他投几腿吗 哈哈 就是 总之大家可以 多多关注他的新歌了 嗯 因为他之前 也是粉丝其心 我说 哎 你可以听一下 这个某某这首歌 然后我就说 哎 某某这首歌好像 这首歌怎么听过 感觉一看就是 是我们就是说 直系学长的歌 对 但他这个某某 这个版权 可能就没有在他手里 也是在他的公司手里 所以会更 更难弄一点 对 然后 然后我就是说 听到他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画面就很出来了 就是说 就 就很有画面感 然后也让大家就是 终于就是听了一首 和外的歌 嗯 就是说 还是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捧场 也大家多多支持 支持 孟凡明 这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人 然后也支持 接下来 君故他的表演吧 嗯 也支持我的那个 支持我那个助威团 我跟你们说 我本来今天特别 意猛你知道吗 然后助威团 抽到我的手 我真的太开心了 我太开心了 我太开心了 下面 对 就是 还是很谢谢大家的 说实话就是 人家也没有跟我 呃 太客气 就是太 很 真的人家跟我就是 也没有 就是一点都没有 拖你带水的 我觉得真的 就是说 嗯 就是非常感激 人家都是挺难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志洋洋的大火锅 我以为都不明白你的重压 谢谢谢谢大家 应该给我投票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一年前呢 我肯定没有想到过 可以受大家这么多人的喜欢 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大家喜欢 最重要 嗯 就是 其实这次舞台嘛 就是我也就是尝试了一个不一样的风格 谢谢君君的以光棒 就是也尝试了一个不一样的风格嘛 然后 然后其实就也很怕自己演的不好 因为平常我唱歌就是说特别的 没有表情管理 特别的内容 然后就是这一次就是 就是包括舞蹈啊 就真的君君帮了我很多 嗯 就是 谢谢 我们绕了这么一阵才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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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绕了明白你的重要 我绕了就 我绕了就 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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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收我 谢谢苏 阿苏 嗯 就是还很谢谢大家的 我答应再结束 不再永远自然 因为我有的我自己知道 只要你的情报 谢谢 谢谢 OK 怎么说呢 因为呢 因为就是说 因为我是第五场的评委嘛 因为听说 我也是在第五场 我一定会 我走的时候 我都跟他说了 我说 我说你可得好好跳 也老实 可是就是说一个公正公开 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人 嗯 咱们就是说 咱们就是说 可是真的是不带一点私心的啊 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嗯 就是说要是跳不好的话 我肯定会是很严厉批评的 嗯 我可是会很严厉批评的哦 所以呢 接下来压力呢 就给到了我们军姑同学了 就是说 希望他可以 毕竟我可是在评审团 我真的很 我跟你们说 就是在艺术方面 艺术的造诣上 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公正公开的人 就是说 谁在我舞台心目中 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我就会给谁投票 我真的很严厉 你们真的 嗯 如果到时候碰到就是说 唱歌的朋友们 就是说 我还是会很严厉的听的 对 就是 你们知道吗 就是抽抽抽抽那个 诸位团吗 妈呀 第三场第四场 我都没有抽到 我真的好难过 家人们 我就想抽诸位团 我觉得在这观看太太好了 又坐人就是看了 就 哎呀真好 然后没有呢 第五场抽到 然后虽然我当时就是说 就是有点失误嘛 就当时内心特别难过 但是当我抽到 周团团的时候 我就是说 一直都大开心 我带吃饭武器的 嗯 那可能看 开心不表现了 嗯 那他要是演不好的话 我可是会很严厉的哦 我也会 嗯 对 然后 嗯 嗯 然后再跟大家说 可能在中间呢 我会有一个助言哦 大家到时候 多多期待 嗯 啊不是不是 是正经助言啊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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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个谁的 是另一个人了 是另一个人 大概在 二号吧 不是的 反正就是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 第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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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场的人的助言 嗯 不是第五场的助言 家人们 不告诉你们 因为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跟粉丝讲 不是大狼 不是大狼 大狼需要我助言吗 大狼要找谁助言 大狼肯定不可能找我呀 对啊 这大狼可是 轮不上我 没有 喵喵 我们真的是纯纯的为了舞台 纯纯的为了舞台 咱们就是说 家里面 咱们真的是 新人大狼是谁 大狼叫姓武铭博函 这个橙芝麻 好喝的 其实今天我本来想去小五房间 我上场之前 我想在小五房间留言 小五要播播 播播才有逗力 但是后来一想 就是说怕某人吃醋 然后呢 就没有去他房间说 究竟是大狼 抗一下我所有 真的 我跟你们说 等到疫情结束 你看吧 我们中心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喝味泉的 我怕的是他的某人 他的某人 这你们 他的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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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德 哎呦我跟你说 我这个拍德早就守不住了 家里面该守不住的 我下次这样 小雨啊 我就给他得 好好地安慰他一下 争取 给我们小雨 找一个 他的心之所向 因为小雨 现在我们俩的关系 比较混乱 我们俩现在不是 不是那种关系 是母女关系的感觉 没有毕业 我们没有毕业 娜姐是 娜姐 娜姐不会毕业的 娜姐 娜姐就这么说吧 娜姐先立一个 不靠谱的flag 立一个不靠谱的flag 就是说 娜姐立志在八年之内 没有毕业的CP 然后到时候 就是如果学那个 说那个你有我没有 的时候我就会说 我没有毕业的CP 就是先说 就是咱们说 先立一个flag 如果达成的话 如果等我那毕业 那天达成的话 那我就 干嘛呢 不 视频看不少 给我剧场拉小斧 可以啊 河内旋旋 啊不行 我跟小鱼没有比 就是约 那不行那不行 这个大家太大了 咱们太大了 咱们就是说太大了 太大了 算了算了 大家就是说 当我把 当我刚刚那句话 今天我是说 乱说的 嗯 这个选一选 我还是该信心的 谢谢时日谈 谢谢 谢谢吃洋洋的夜店 哎呀我的特效也没关 为什么就看不到抖音特效呢 大家再打字 OK 对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非常害怕了 那姐准备有几个cp呢 那姐是一个非常专情的人 嗯 嗯 嗯 就是说 嗯 希望是 就是说 是最后 嗯 嗯 哎 多么好哎 这个多么好 不会不会 我可不是那种人 一百零八的一百零八个瞬间吗 这太损了 家人们 我是一个对啊 我我是一个非常专情的人 你们好离谱啊 你们好离谱啊 对 你们知道吗 我这个手上的红色可能会戳不掉 重点是我脚上你知道吗 我我我我穿旗袍 我那个脚上还是都是红色的 嗯 怎么说呢 就是谢谢大家 我来看一下 哎 我来看一下我的舞台啊 说实话 我有点不敢听 因为 就是因为露出来之后 她她她的声音会非常的那种 我来看一下 我好尴尬 我好射尸 我好射死啊 咱人们 我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啊 但是 你和娜姐永不必 对啊 大家跟我来找我来找我玩有不必 对 大家记得到时候来找我玩哦 我来看一下啊 说实话 说实话 我现在很紧张 我说实话很紧张 我不敢看 我来看一下 我和你走过多少个的秋末 只要我最近 摸着你手边的摆脱 我看你一生的秋末 我来看一下 我一点不敢看 对 其实这些手势都是君故教的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真的很好听 哇 好 那 哇 我看他其实声音出来真的好干啊 眼神虚传的微信的信号 嗯 其实可以更好的 为什么灵魂还在祈祷 心里早已浑浊 其实我 我的 对 其实它没有混响的 就是完全靠自己的声音的 熊脚 散开火药 手上 残留几号 不尽 不尽所谣 失去忘语我说好 冬夜 现见破晓 是要 不再苦劳 北方有狼群骄傲 街道有人在 其他 怎么我会听到有两个我的声音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给军箍尽头 这样 这个重度真的很漂亮 我刚把他摔的好痛啊 用了连心去传递的信号 欲望的海洋里同手未打 我经历 因为 练习是它的麦克风线 它是那种有线的 心里早已浑浊 是假的写 随意情高 熊脚 散开火药 手上 残留几号 不尽 不尽所谣 所以我就 我听到了两种的声音 在这边 啊 在这边 啊 嗯 还可以更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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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啊 我觉得这个现场版应该会很 就是说还很 啊 我不想看我的古正 我真的哎呦太烦了 问苍天悲欢里和谁是谁非 不如今也已自卑忘了醉 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深陷 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夜 问苍天悲欢里和谁是谁 谁非不如今也已自卑忘了醉 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深陷 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夜 问苍天悲欢里和谁是谁 不如今也已自卑忘了醉 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深陷 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夜 谢谢 谢谢奥特曼的夜叠 其实唱的还蛮稳的 就是我现在就是很懊恼 那个鼓声 唱的还行 就是可能会美声不足吧 奥特特曼的夜叠 奥特特对不起 对不起奥特特哈哈 对不起奥特特 奥特特 看来你在我心中是奥马 消失在生的你一年 问苍天悲欢里和谁是谁 感觉比之前还没想 可能因为前面就是说有瑕疵 被忘了醉 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深陷 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夜 问苍天悲欢里和谁是谁 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深陷 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深陷 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夜 问苍天悲欢里和谁是谁 我如今也与你只被忘了醉 让曾经在梦醒之前连深陷 消失在今生的最后一夜 谢谢你的十月 谢谢 谢谢穆王 谢谢费明 其实还就是唱 最初和你一日间 反不下今生 我都不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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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不忍心 你已经有可能 我这次在梦醒 只能不忍心 我都不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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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下次和曾经一起合唱 回忆的瞬间 看见你 还生气了 只要是 停留在最初 和你遇见 放不下今生的一段歌 真的吗 你开心 老刘拉过这个歌 我这样补档过 应该是老刘 真的吗 甜甜拉过 我去补档一下 说实话 谢谢奶油 是老刘吧 他都拉过 我去搜索一下 对 我之前其实看的是 他应该是 拉的是 不是在舞台上拉的 应该是 是 是 我再看一遍 我有点紧张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把除了切镜有问题以外 哎 它怎么不是完整的呢 真的吗 我太生气了 啊 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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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喜呀 爱喜呀 我真的太生气了 哎呀 太搞笑了 你们知道吗 我果真是因为对因为其实就是说实话楼下的设备其实还是有局限的嘛 然后谷真他因为他的那个声音他特别响你知道吗 他一响然后又因为舞台很小 所以他的话筒离舞台太近了 然后再加上那个设备可能本来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什么 然后呢 就会 一直消叫就很奇怪的声音 所以就是说 然后当时就是 当时本来就说好了 其实 前期就是谷真谈那一点 那个什么 然后就是把现场那个收音 完全给他关掉 你知道吧 然后呢 可能就是关的 然后我的耳发里面就没有伴奏了 我的伴奏声音非常小 就非常小 我都不敢弹你知道吧 然后就后面就听不到听不到之后 然后我就慌了你知道吧 慌了之后呢 然后 嗯 但是后来那个声音又起来一点 然后我又跟着弹了 弹完之后 弹完之后呢 然后我就 唱的时候 然后现场才出来的音乐 现场就是现场就是现场在出来音乐 其实我弹鼓针说是干谈的 就是在现场其实听不到伴奏的 因为当时说 因为那个确实就是 鼓针一直他很难调 他真的很难调 所以就是有机会 下次再给大家在剧场展示吧 谢谢 我看一下弹幕吧 不不不就是就是如果你要是纯纯弹鼓针的话 那你后边配的你后边的音乐 你后边的音乐是不可能的 你除非你的音乐不可能直接进就很很奇怪 很假的很奇怪今天是不是因为今天化妆 是姐姐还说我今天化的妆特别漂亮 呜呜有没有感觉到 你要是你后面里面一些 你都是会在你位置的 你会在这边的音乐也有没有感觉到 你会在这边的声音料 你会在这边黄奏或有精彩中 是不是天啊 你会在这边的声音乐都暗着 你会在这边的声音乐过温流 你会在这边的声音乐中对你笑话 你会在这边的声音乐中对你 你会在这边的声音乐都弄 你会在这边的声音乐都不会在这边集合 心里早已浑浊 随意静靠 胸膛 散开火药 手上 残留记号 不停 不停索摇 失去梦无语我出号 冬夜 瞬间莫小 是要 不再苦恼 北方有狼群骄傲 直到有人在其他 哎呀 足球太好了 太好看哦 欲望的脸上却传递的信号 欲望的海盐里同袖未到 微信的灵魂还在祈祷 心里早已浑浊 随意静靠 胸膛 散开火药 手上 残留记号 不停 不停索摇 谁欲望赋予我出号 冬夜 别见破晓 谁欲望 请别哭闹 冬夜 再见微笑 接到有人在爱好 心里的想法 也得了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嘿嘿 谢谢 谢谢出家的权杖 哇有特像了 谢谢出家的权杖 我还有就是没有 就是谢道的朋友们吗 谢谢大家的支持 哎就什么时候 嘎嘎心的粉丝 不要出家哟 三大河的美女 那么多出什么家吗 那这是什么专业的 那只是学流行专业的 大家明天也要记得 观看我们的生育小课堂 明天的嘉宾是水甩哟 明天我们把天发那个 最罗爱河的小课堂 明天是八点 明天是晚上八点 也不是了 对明天是晚上八点哦 是今天了今天了 大家期待哦 我也非常期待哦 对 当然有游戏互动了 没有游戏互动那多单调哦 学的是烂瓶小诗 旗袍真好看 爸我跟你说那旗袍老老瘦了 你知道吗老瘦了 我的我的眼睛都憋不行了 你知道吗 真的好憋哦 真的吗 让我来看看抽货吧 咱们就是说 啊还好吧 哎让我来看一看哈 我说话吗 哎呦我跟你说我说话 我说话真的是咱们就是说 哇这个节修真的好好看哦 显得我好颓废呀 我真的好颓废 嗯哼哼哼 嗯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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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对大家记得多多关注超话多多发帖哦 小马今天一直夸我是吗 嗯对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小马特别特别好 小马今天其实我今天就是很挺难过的 因为就是那个没有谈好 然后他们一直在夸 没事没事那姐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真的但我内心就比较 嗯对兄弟情意真的就是说啊我的兄弟们真的对我特别好 小马然后我我今天不是就是特别沮丧吗 然后然后富贵在旁边安慰我说没事没事 说那个什么然后我也安慰富贵 就是反正就是我们难兄难弟就一起互相安慰 对对就是其实还挺感谢大家的真的挺感谢大家就是 说句实话其实嗯就是挺就是想给大家展示的东西真的很多 然后也很想有各种各样的不可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之后更期待我的舞台吧 就是其实每一次特殊公演对于我们来说都会比较重要吧 就是嗯 嗯所以很感谢大家没有放弃我 我那天我那天就是就是看到那个 就是看到这个吗 我那天看到就是看到超话 我的超话他们写的那个帖子我真的 就很累呢就是也谢谢大家没有放弃我才能有机会给大家展示更多我想展示的东西 而且就是其实包括我跟军工合作我觉得真的很幸运嗯就是能能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不可能的东西也有很多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很很满足很爽的嗯 对对就是其实楼下的那个还是说做不到那个可能太那个嗯 其实我那天跟军工说聊天嘛 然后其实我我跟他说其实我在他身上就会有一种 心心相细的感觉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然后也真的很感谢大家就是能让我有第二个舞台真的 因为其实我我昨天看到那个舞台看到那个就是投票嘛 哎我真的内心我都已经就是我觉得好好准备第一个吧 因为总觉得就是像大家现在就是 嗯就是大家就是可能慢慢的我更希望大家更多的有 不一样的舞台给展给大家展现出来就是嗯 对然后我跟你们说今天的状态真的很漂亮哦 嗯 搜寻你 模糊的声音 那一切切像不紧的手细 抓不住 要关你的梦境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今天特别搞笑 我那个地上铺的那个白色 其实我们俩之前本来弄白的 为什么 昨天 昨天为什么下播 就是我们俩搞道具去了 你知道吧 就是说搞道具 然后那个道具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俩就是那个沙 本来就跟可可依依借的雪姜嘛 然后那个 但那个沙 它跟雪姜不融 你知道吧 然后它就变成粉色了 然后我今天又跟张雨鸣 借的油漆 红色的油漆盆的你知道吧 然后完之之后 我就去找那个藤蔓 你知道吗 找那个藤蔓 找那个藤蔓 各种找各种找 然后 就反正展现出的 你知道军贵也是跟我忙前忙后 忙前忙后 就感觉好像他是他的solo一样 老招姐给孩子忙 忙前忙后 忙前忙后 真是 就还挺谢谢的 然后 然后你知道吗 就是说 就是 就是说 疼慢吗 是不是啊 谢谢吃痒痒 去给你买茶 就是那个疼 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在乌子群 没有在乌子群里面有 有 有那个雪姜吗 就是那种各种问 你知道吗 我们的乌子群 你知道我们的乌子群 跟别人的乌子群比 我们乌子群问的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 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就去 我就去那个什么 我就去捡藤蔓 那个藤蔓是挂在那个 一个道具上的 然后就捡 然后把那个藤蔓 给它拧起来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 走得很惊奇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 其实我刚开始想的 就是说 想走在玻璃上面 对 但是呢 我想找那种假玻璃 你知道吗 就是不是真玻璃啊 不是真玻璃啊 我没有那么蠢啊 然后想走那个 假玻璃上面 就是那种 就是其实这个人 他很痛苦 他很想去 压制住自己的 内心的那种 谢谢谢谢 奶茶 谢谢 王霄的奶茶 对 我们乌子群 真的很奇怪 你知道吗 大家就是 大家有蕾丝 那个蕾丝吗 不是不是 有蕾丝眼罩 嗯 有蕾丝眼罩 或者就是有蕾 就是反正 就是就就就很奇怪 我们的蕾丝群里面 我跟你们说 我们的蕾丝群 我给大家读一下 天啊 哦 等一下 曾国家微信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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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曾国家微信了 啊 等一下 哦 天呐 天呐 曾国家微信了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呀 我跟你说 我这个疫情 真的加了好多前辈的微信 太开心了 你知道吗 我们我们物资群里面就是各种借 然后就是说 你借什么 借 借各种那种奇迹怪怪的东西 才是刻骨铭心 可能会到柄柯室区 又成团了 每天成团 太多了 我跟你们说 我们现在最活跃的群 就是伍子群 因为平常我都不看伍子群 你知道吧 然后呢 谢谢 谢谢垂肉的影光帮 真的 我跟你们说 怎么能加到前辈的微信 就是你要给前辈多打贩 你要前辈深刻的记住你 然后某某就加微信 但说到底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主动的 谢谢 哎呀 主要是我加辣 那必须加呀 那怎么能 我下次要给某某打满 我下次就把锅端 端过去 大家 大家就是说记得要给 前辈多打贩 就可以到他们的微信 蛮开心的 我们也打不到 然后就觉得这天的妆很漂亮 谢谢某某的秋天的奶茶 我可能有好多好多翻牌 所以 嗯 明天的话我也可能会比较忙 然后 嗯 尽量给大家翻吧 因为我 我就是小爱的那一期视频 还没有剪 所以 明天 因为明天还有小课堂 所以就想明天给大家发出来 啊 啊 不能太近 嗯 这太近不好 对 明天 明天的嘉宾是水水跟玄玄 对 请小偶像 请小偶像 离粉则的生活远一点 不要 贴贴 你们知道吗 今天特别搞笑 你知道吗 我不做头吗 我不做头 我不做头吗 今天 然后呢 就是 我跟巨公是一起 一个时间做头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先找那个 就是我克思屁的里面的一个姐姐 然后我就跟那个姐姐说 我说姐姐 我说你给我做一个凌乱的头 凌乱美的头 然后呢 那姐姐说 你要啥头啊 我说就是说比较就是 抑郁的精神类 你精神比较能头的 那姐姐说行 然后做完那个头吧 得仔细瞅才发现你做头了 然后你知道吧 然后 然后 紧接不是就军姑吗 然后军姑 军姑因为穿的跟我比较 比较搭嘛 然后她去那个 她刚坐在那 然后那个 小姐姐说 哦 你要跟人家做一个类型的头吗 然后她说 嗯 都是都 然后她做完之后我说 你做完了 她说 看不出来吗 就是完全就跟没做似的 谢谢 谢谢C的奶茶 然后你知道吗 然后特别搞笑 我们俩都 我们俩那个头 真跟没做似的 因为就是你知道吧 就是你要扮演这个人的话 你不需要带精致呢 然后呢 然后我快上场的时候 然后水水就问我说 那姐你做完头了 我说 啊看不出来吗 这么明显 看不出来吗 哎呦我跟你说 对 我跟你们说 我可是每一根发丝都非常的心机哦 我跟你说 我每个发丝都很像 就大家感觉到我 就是留下来这两个类 好像就没做解 那是专门的 你知道吗 专门就是你那个头发没那个啥 感觉很凌乱 你专门的 还喷发酵了 你知道吧 看不出来吧 就第一次 所以我刚 我跟大家说 我说 妈呀我跟你说 我这个头就跟没做似的 但是呢 我还是很喜欢的 就是 造型姐姐还是专门就是 该把那个颅顶 就是弄高弄高一点 然后就是 还专门就是抽一抽什么的 然后就 还涂了发肌线粉啥的 然后还喷了发肌 没我跟你说啊 大家看起来没做 实际上这是 每一处都是精心设计的 知道吧 真是每一处 然后还就是那种 就是这种碎发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哎呀我跟你们说 都是做过头的 对 然后那个专门师姐 特别的特别的厉害 你知道吧 然后他立马就懂得 我的那个感觉 然后就是说 给弄完弄完我的头 然后就非常的 嗯 嗯 妈呀这抑郁都老 老有心思抑郁了 然后 你知道吗 军工这个很搞笑 他做完头之后 我说 妈呀做头了 军工啊做了呀 不不她是这样的 嗯 我说妈呀做头了 军工啊 看不出来吗 笑死了 对 对 你知道我们俩讲话 完全就是一个反差 你知道吧 然后我每次都说 哎呀妈不行着急了 就说啊 没事没事 不要着急 笑死了 对 我们不能讲话 我们不能讲话 等下次 她现在是不是下播了 刚刚不是说啊 她早下播了 等下次跟她连麦 给她唱一个彩蘑菇的小姑娘吧 好 蓝姐 一晚上直播 实话 那肯定啊 她那么厉害 肯定要夸夸了 你看 你们看了我一晚上直播 那十句都离不开我呢 私下 私下叫 啊私下不叫 军姑的flag吗 哎 昨天军姑列的什么flag 哎 昨天什么flag 就昨天直播的时候 她要干嘛 她干嘛 哎呦 我忘了 大摆锤 哎呀行了 满满足了 她对着我大摆锤吗 对我大摆锤吗 二了 二了二了 等哪天直播让她给我摆吧 就在这摆 我要越 我就是说特别喜欢看别人挑战 自己的挑战怎么可能 我让一个瓜去挑战一个巨花的大摆锤 怎么样 就是我要做就是就像我现在做次 然后我就可以这样 来吧 我要这样双下不算 来吧摆吧 当然可以看见啊 这么快的时光怎么能不让大家见证呢 她的内心真的好花呀 来吧摆吧 我要我不 我要她那种摆 我要这么摆 我要她这么摆 我要她 我要她那种就是 因为她摆的是这样摆的 就太太刮了不行 她是 她的 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 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 尽情吩咐打击 真的 不她要这样摆 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 尽情吩咐咐咐 哈哈 我跟你说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 十号 就是 我肯定就就 挺好的 我俩摆肯定就不一样了 我肯定摆的比较 比较刮一点 但是确实我们就是还挺感谢关斗的 哇 我跟你说 真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板锤真的很羞耻 你知道吧 笑死了 等我solo吗 可以啊 你们想看我solo版吗 对 我摆肯定不是正常的吧 我的脑洞这么大 我摆肯定不是正常的 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 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 这个凳子怎么一直在想啊 我给大家摆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一个 就是一个专业的摆 你不能正常摆 你要你要特别的 你要特别这么摆 不行这太无意了 我觉得还好 就是大家摆锤不都是这样摆吗 哎呀我穿的太宽松了 就是不这样摆吗 但是你知道吗 背吗 哎呦不行后面太挤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 就是摆锤的 摆锤的精华在哪 你知道吗 但是不知道摆锤的精华在哪 就是要摆 你要跳起来摆 等一下 摆锤的 摆锤的精华就是 他好像他好像弄不到这里 给大家看啊 咱们大摆锤的精华知道在哪吗 好舞异啊 好舞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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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摆锤的精华你要跳起来 我之前已经教过菌菇了 你看 大摆锤的精华你要跳起来 就是你不能你如果这样摆的话肯定就不合适你知道吧 有很多人摆锤眼睛就这样摆锤就这样摆锤的精华一定要跳起来 就是你一定要跳起来让他讲 主人的魅力是这样摆锤的精华 对你要跳起来 对你要跳起来 就是 对 哎呀哎呀下来了家人吗 太累了蹦着两下这给我累了 今天 今天的运动量已经到了 这个灯真的好雷射呀家人 谢谢以后不会再替他办车 多好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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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们等周更结束我们就下播好不好 因为明天那天还要还要小课堂呢 干 等周更结束嘛 你们怎么走这么着急呀 对他们 但是你们难道不期待菊姑的吗 我还是挺期待的 或是 唯有工的 等一下 泡泡肋着 哎呀你们怎么就是说 走得这么快呀 我不怕你爱不爱我 只害怕你爱不爱我 只剩下的自然 也总是不会放选 我不怕你爱不爱我 只怕你不习惯到所爱 我才不错 我要是你 我记得韩津珠姑和赵呢 希望大师发微博哦 咱们记得点赞哦 好 谢谢大家的鼓励 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 你一如过往最爱太紧张 但未来又会怎样 未知的明天总让我绊缓 谁给我力量 我不怕你爱不爱我 只害怕你以为爱我 抓紧我 不想拥有 你总却不会放手 我不怕你不懂爱我 只是听把习惯当中 我才不错 我才不错 我要什么 我不怕 我不怕 我不怕你爱不爱我 抓紧我 抓紧我 不算拥有 你总却不会放手 我不怕你不懂爱我 只怕你把习惯当中 你才不错 我要什么 怎么你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红豆了 谢谢西瓜 你才不错 我要什么 好然后我们快乐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就下波兰 今天大家也陪我听完了 说实话还是想想跟大家感谢一下 就是很谢谢大家可以给我第二个舞台 也很谢谢大家对那里的支持 嗯 希望这样的舞台可以越来越多 然后嗯 那姐也会继续加油努力的 嘿 然后大家多多期待明天的小课堂 嗯 然后也多多期待明天B站发布的 我们上一部坠落爱河的歌曲 然后也多多期待我们明天小课堂的嘉宾 明天是我们水旋 稍微走 对 然后明天见了 明天还可以见到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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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